福音科大10月27日举行首届成年礼,上千名师生、家长参与和观礼,学生经凤茶、披荆通过智慧门和月龙门,象征睡变成人,场面庄严而隆重。 校长顾志远表示,经过成年礼的仪式,学生扣过宣誓,学习为自己行为负责,并懂得感恩与回馈,这是成年礼最大意义。 成年礼,感恩,成长,睡变,为主轴,上午在体育馆举行,860名年满18岁大义新生和专四学生,在校方主管和一百多名家常见证下, 逐一完成成年礼仪式,今年逢校方六十周年校庆及首度举办成年礼,师生均感新鲜并盛赞意义不凡。 最后有两位学生代表王正元和陈玉山分别朗读成年礼发愿文和感谢词, 宣誓重新以后将永一为自己的人生复活,学习当一位总是的大人,并懂得祈福与感恩。 同志愿参加2018年福音科技大学成年礼, 宣誓重新以后将永一为自己的人生成年礼, 宣誓未来一生,信守三好品德,做好事说好话说好心, 秉持自为自卫, 秉持自卫自卫, 孝顿父母, 爱喜自情, 敦重阿仁, 勇敢承担责任, 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并且懂得关心人类进入未来 善心者英雄议员的责任 为世界做出有意义的贡献 为自己活出有价值的人生 宣誓人王正元 中华民国第107年10月27日 宣誓文定 校长各位老师同学 以及在百门之中 过过目前大课的教授们大家好 首先我要感谢父母用这世界上最无私最伟大的爱 客户陪伴我们历经成长的公寓 给我们最温暖的感官 谢谢你们 接着我要感谢学校举办这个活动 让我们可以对自己的成长增加肯定 并且明白此时此刻的我们 也不是从前那个对自己人生感到迷动的孩子 时光飞逝 纯举与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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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业 客户了各种压力与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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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一起,我们要超越那些我们所崇拜的人, 但是能看来不可能的事,并创造处于自己的机会。 现在,在大家的阵队下,我们将看下人生的一阶段, 感谢在此为我们祝福的家人和市长,也让我们彼此祝福。 谢谢,林玉江。 非常新闻记者高雄大辽综合报道